我国武术团队则是保持了夺金的势头 在长拳项目当中 我国建儿林思伟再次问鼎冠军宝座 夺下了他个人 也是我国武术队的第二面金牌 刚刚为我国夺下 本届武术手金的选手林思伟 在长拳项目中再次发威 发挥出色 以9.68的高分 博得评审青睐 勇夺金牌 我国选手陈威翰 则在太极拳规定套路 以9.52的总分 为我国在天一面银牌 金牌归马来西亚选手 在女子太极拳规定套路方面 我国18岁小将何林盈 以9.44的评分将同牌收入囊中 上届冠军陈彦宁 则以0.02分的V差名列第四 无缘奖牌 实际目的